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集人士,我是柴瑩 今天請到華信投顧秋鼎泰邱老師,老師好 柴瑩你好,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5G提前進入商轉,三星也開始提前拉貨了 那我們台系列已經進步了,目前來講的投資人如何來看待 好,我們要跟大家講,我們先從美股講起 上個禮拜五的道琼,因為我們禮拜四 禮拜五就休息了,關五連假 所以我們應該說禮拜四的晚上跟禮拜五的晚上 那兩天道琼都是大漲幅 那道琼一個禮拜漲幅,漲幅是過去這半年來 單周的漲幅最大漲幅 那我說過2萬6很重要 所以上個禮拜五的時候一度突破2萬6再下來 那2萬6為什麼重要,我講過嘛 你5月5號,我們那時候在笑說 川普麻煩吃西瓜,翻證沒錢 對中國科2000億關稅 有沒有,就是5月5號的事情 那2千6就大概是那個位置 而且他也是站上季線了 所以我們就要講說今天大家 那道琼站上季線,台北股市是否有機會站上季線 那當然有啊,因為這是相對的 那只差一點點就是大陸股市今天也表現不錯 你看,兩道雙面都好了 我們今天漲市就是雅股居關 對 這樣懂意思吧 你要慢慢體會喔 少一邊啊,我們每股漲我們也只能小漲而已 大陸股市漲我們也只能小漲而已 這兩個一起漲我們就大漲 而漲的幅度會很很強 你會覺得說,老師這沒有什麼 不對,如果美股漲的話呢 韓股也會漲,日股也會漲 但大陸股市如果跌下來的話呢 他們影響不大,我們影響比較大 對不對 但是如果大陸股市漲上來 他們是跟著美股這塊他漲幅也不大 但是如果美股跟大陸股市都漲上來 我們漲幅就最大了 這今年以來我們一直漲幅 漲市超過韓國股市的原因在這邊 這樣大家聽好不好 好,那三星 這個上個禮拜不是我們跟大家講說 華為商轉 5G商轉,正式商轉 一堆直到發下來了 這樣最新的消息也出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他馬上商轉了 商轉他一商轉他動作就更快 發展的速度就更快 那今天美國的國家商務部門 有給川普一封信 他說先不要急著打壓華為 讓華為能讓他國內的這些廠商 跟華為有關係這些供應鏈 能夠稍微喘息有時間 他希望先延長華為的禁制令 讓這些供應鏈能夠有時間做轉變 當然,因為華為現在是用跳著在走的 美國如果你慢下來的話 你沒有跟上來 你是慢半拍 那你讓這些 他們底下這些賺錢的人 都被台灣搶走了好不好 都被三星搶走了 那三星也是一樣啊 中國5G企業三星他也要擴大四單 因為你自己想 中國跟韓國都完全都有5G了啊 所以韓國也急著要把它擴大訂單啊 所以台灣我跟大家講就是散熱嘛 上個禮拜才跟大家講過而已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 道雄工業指數有沒有看到 那一條線就是季線有沒有 剛好站上季線 你往前推那個黑棒那裡有沒有 那就上個月5月5號得 那回到那個位置OK嗎 就比方說這段時間 我們講一個真的啦 才你應該知道 就算今年是多頭年 也不會1月1號漲到12月31號 這12個月當中一定有一兩個月會拉回啦 是不是一兩個拉回 你拉回了怎麼樣自處 怎麼樣處變不驚 才比較重要而已啦 好我們再看一下你看這超微有沒有 欸創新高 欸超微就是NASDAQ 就是廢成半導臉成分股 廢成半導臉都還在破離開 他反正他已經創新高了 對 所以有這種股票 你就要選擇超微概念股 啊你給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CIONA 你看這個股票是用跳空的 對 他左邊那個高點已經過了 那高點是10年來的高點 2008年今年都2019年了 你看過了這高點 台灣有沒有相關的供應鏈 這5G的 美國的5G概念股 是用跳空大漲的 所以5G在全世界是OK的 對不對 我們再來看一下 泰塑 我上個禮拜就跟你介紹泰塑吧 這是漲停板 今天最早漲停板就他了 你看 是不是他5月份已經說不好 對不對 那為什麼股市看的是未來 他已經跟你講到6月會馬上回溫 而且馬上接到三星大訂單 再來看下一檔 雙紅今天也漲停 這是我長期帶大家做的 來再來看一下 來操縱 雙紅跟操縱 就是塞公啊想背啊對不對 衝不離陀 陀不離陀 他也跟著大漲上來 很漂亮吧 是不是 再來看下一檔 建設是我強力推薦的 為什麼呢 我們剛才跟大家講 這個散熱是5G必備的 那建設又是我們剛才講的 超微概念股 這兩個加起來 他不標台奇怪 你等著看吧 好不好 再來看下一檔 雙美我們還是要回到生技股來講 雙美 雙美事實上左邊這漲的大部分 都是我們做的 那這個在這高檔我們就賣了 你看到現在 也快要創新高了 你看這一次跟他也沒什麼多大關係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檔 是不是 美食啊 今天急拉尾盤 注意喔 因為他到現在目前為什麼還沒看到公布財報 應該是不錯的 所以我懷疑美食明天會直接送你一支漲停 提供給你做一下參考 感謝老師精彩的分析 烏凱想知道更多個股的操作策略及盤中最新消息 一定要趕快加入邱老師的Light 也持續收看才經典的事 下次見 掰掰